这边突然出现了这个巴尔干同盟啊 我刚准备去打这个保加利亚 他怎么就变成巴尔干同盟了 他们这是想合起伙来打我一个是吧 这边这个征服保加利亚的前提条件是有这个巴尔干战争 所以现在点不了 我们先点别的 这个一个是奥斯曼四世成为元帅嘛 下面这几个国策花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先寻求一下投资 因为我们快把这个债给还完了 目前我们这个还债已经还了只剩4000里达了 我们把这个犹太人债务资金点一下 说不定就还光了 这边跟这个英国谈了一下 他可以开采我们的石油 然后帮我们移除这个债务 反正目前油多用不着 直接给他开采好了 目前我还欠2000里达 给他开采两次应该差不多的 这边看一下哪边有比较少 把这两个点给他吧 那我们这个债务就直接还完了呀 这边是英国人帮我们加这个油的产出 然后把科威特给他 这科威特本来就不是我的 给他就给他吧 反正都是这个英国的保护国 我们也要不回来的 还能给我加200真正点 这也太香了 目前这个债务都销完了 我就不着急点这些东西了 我们先把这个全龙马人的凯撒顶出来 这个直接把我们这个奥斯曼四世强化了一遍 这边突然显示赛尔维亚正在对我国正当化战争 那我们得把部队调过来 好 这个赛尔维亚突然对我们宣战了 而且拉上了这个保加利亚 黑山还有这个希腊 这个我之前玩德国的时候 看过这个奥斯曼被围殴 所以我这次比较聪明 我直接把部队放在后面 防止被包 但是 为什么我这个部队全体红炮呢 我有点搞不懂 先把飞机吊回来飞一下看看 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将 非常尴尬 主要是这条线 这个将领都被我们清洗掉了 我们只能点一些比较拉垮的 但是也没办法 有什么人上什么吧 然后目前这个陆军改革还没改革完 所以部队还是非常弱 打不过也正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软弓就想打得动我这个浅豪简直做梦啊 其实我们非常缺补给 但是我们往这个浅豪里面一躺 这边根本就冲不动的 我们就坐在这边刷经验就完事了 这个AI显然已经失心疯了 被我们这个浅豪战给活活折磨了 他们这个前线堆兵缺补给完全冲不动我的 然后这个希腊部队也不喜欢到这个保加利亚的地上面进攻 所以全挤在这边吃损耗 我们待会等他损耗吃差不多就可以反杀了 这么多人来打我就完全是送人头 我点了一下最左边这个巴尔干战争呼声的这个国策 突然多了一堆这个 让我点这个决议送防御攻势 但是我不需要这玩意 他根本打不穿我的浅豪 我没必要修这个防御攻势 也就是我们白点了 浪费了35天的国策 我这边点一个大马士哥演习 把我们这个陆军学说卡拿一下 大会就可以反杀了 这边我们先编这个海军陆战队啊 我们需要两个海军陆战队用来登陆 这个年代我们登陆只能登陆两个师 所以两个就够了 依然是给最好的这个配置啊 直接上榴弹炮 战斗宽度 大概21宽就够了 这个海陆有点多了 直接6个海陆3个炮 再塞上我们的弓兵粘 还有支援榴弹炮 差不多了 这个配置还是挺豪华的 我们目前这个陆军经验先 不着急去军改 好 然后把我们 拉出来的部队拿两个来变一下 其他部队就拿我们原来的这些师来改吧 直接复制出来 然后给他塞炮 我们塞榴弹炮 不需要塞这个普通的野战炮 但是目前炮不够多啊 我们就先上步兵 大概这么点够了 然后弄一个标志 这就是我们的精锐部队 其余的部队就变成精锐部队就可以了 有编制被锁定了 这个是这个编制被锁定了 那就先不用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锁 然后我们现在是缺大概500个榴弹炮 和301个牵引式火炮 先造一下 不过按我这个工厂数量来说 造这个有点极限 我们先买吧 造不如买啊 能买就先买 不过每次只能找一家买有点尴尬 我想同时找好几家买 每次只能找一个人买 这个武器合同 我不能同时订很多个吗 这个债务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为了让我们这个精英部队 有充足的榴弹炮 我们直接把这个普通部队的 支援榴弹炮给他抠回来 这样我们榴弹炮应该就差不多了 目前这12个师也训练的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准备登陆了 我们先挑软柿子捏 直接强蹲这个雅典 打这个希腊一个措手不及 他的部队全在前线蹲着 待会我们前线的部队直接牵制住 然后这边12个师奇奇雅典 把这个希腊打一个里应外合 好我们现在这个计划做好 直接开始登陆 这边依然是在雅典放了部队 不过我们这个海军转队应该是打得过他的 我们这个重头地中海的 国策也点完了 也点这个全罗马人的凯萨 这边可以开个强弓加快加速 他这个撑不住 我们这个软弓是有的 好我们这个部队在海上顶了快一个星期了 总算是要给他顶下来了 虽然我们这个部队防条不满 但是顶太一个守备师还是很容易的 然后其余部队直接钻上来 这边直接进攻 后续的这些小岛就不着急先拿了 这边先过来 追着残兵打 这边有赛偶亚的部队啊 我是没想到的 这个是全体用最好的摩托化补给 我现在摩托是比较够的 先把左边这边打下来 然后他要回原的话 正面部队牵制住 不让他走 这赛偶亚帮忙倒是挺快 放了一坨石在这 不过我们软弓高啊 直接给他捶走 巨量的石堆在这 想堵住啊 不过我们这个是优火师啊 全是榴弹炮啊 你占越多我砸的越多 好继续往前顶 这边牵制 不让他部队乱跑 这边部队应该是全部牵制住了 他很难有后续的援军了 分散进攻一下 分散进攻一下 可能说这个一战潜豪战还是非常难打的 即使我们炮比对面多 优势也不大 这边把我们的这个船开到这个面前来啊 我们就先不抢之海了 直接开到面前来 炸 我不知道这边能不能炸到 炸到了 我们直接用这个舰炮来炸他 这个对岸炮机直接减了他16%的软勾 要他很多状态 电炮能炸到这个范围 这边先不管 这个小岛我已经拿下了 所以不用着急了 全部牵制住 不能让他乱走 这边再放一个尸 先把下面拿一下 上面不着急 这边部队状态比较好 先给他包围了 这样的话 他就没有什么喘息的能力了 全部牵制 然后我们这边前线可能要被突破 这边牵制的部队回来 防守一下 不用牵制的太深 大点掉了就血亏 堵住了再继续 好 先把这些残疾清掉掉 然后再吃这边的部队 这样 这边的岛上部队就全部消失了 看一下希腊投降度 基本上快了 我们再去拿下这边的山地 然后目前可以点这个学说 我们学说的话 左边是欠引火炮的恢复速度 那我们还是先点右边 下面有一个加软弓那是挺重要的 我目前没有这个学说加速卡 好这个全罗马人的凯撒点完之后 我们这个领导人就全是正面加成了 非常的猛 再点这个珍负好加利亚 但是已经开打感觉没必要 然后这个重返希腊是获得希腊的宣称 这个也没什么用 我主要是想要这个核心啊 我不知道这个核心怎么拿 这个决议里面好像是有拿核心的这个决议的 这个是获胜的阵营将在和会结束后 获得宣称地区及核心 但是这个是世界大战 所以感觉没有用 但是不把这些国策点完的话 我点不了下面的国策 这些国策也不能跳过 没办法只能硬点 这边一直让他堵在这个拉米亚这边也不是办法 所以我们直接再次登陆啊 登陆一下科福这边的港口 其他部队就先不着急过来了 因为全站在这一块地上面 必然是会缺补给的 直接在港口等着登陆就行 这边就先牵制我就去 好我们把船开过来之后 立刻就可以开始登陆了 他这边仍然是放了一个师 现在AI都喜欢守管口的 看出来他这边部队还挺多的 我们上了岸之后不一定能拿得下 卧尔仙登为主 他这个科福的部队被调过来了 我们直接开强攻加快这个进攻速度 然后这边也顶出去了 继续分散开来行走 走四飞月地中海 这个希腊要投了 我们再踩几个应该就够了 目前希腊给我们的工厂也挺多的 感觉这个登陆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直接去踩地吧 这个阿尔塔拿下的话 希腊应该就没有这个投降度了 好这边希腊就直接投降了 这样的话其他过来帮忙的部队也被困住 我们这边把这个战线重新划分一下 这个战线先不管 不然的话他们会乱跑 正面快速穿插 先把这些地拿下 不能让他后续部队接应上来 不然我们就包围失败了 这边依然是进行一个包围 先把这块地上的部队吃掉 不过这边被他踩了一下 所以这块地先不着急吃 把船开过来助战 我们沿海用剑炮轰他 目前人力不够了 我们得拉点人力出来 直接开广泛征兵吧 这边牵制住 不过AI的部队是真的多 毕竟好几家打我一个 感觉这边拿不下 那就直接把他这个部队赶走吧 还想吃一个吃的 这边吃掉了 接下来吃这边这个 AI直接方寸大乱 接着往下点学术 我们现在这个软弓是相当可观 所以打应该是打得动 感觉这个阿尔巴尼亚是个很不错的包围地点 如果我们能从这个位置穿到司库台的话 就能把这边部队全吃了 不过难度还是挺大的 因为没有补给 这边没有补给 我们现在也可以选择 调转枪头 直接去打这个保加利亚 因为他这个部队都分散开来 目前这块力应该是吃不下来了 毕竟这边接应的部队都没补给了 所以先不着急 先把这格上的部队赶走 先把战线维持住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阻力师抽掉出去 好 这样子 就维持住了一个新的战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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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